好 那接下來進入正片啦 其實我覺得最荒謬的是 欸 朱學恆 鍾沛他不是黨工 不是助理小妹 不是學生 他是議員耶 你怎麼敢啊 你對議員你都敢直接抱 直接親 那你對其他人呢 呃 那個 剛剛那個比喻好像怪怪的 但一時之間我好像也出不出哪裡怪啦 總之 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會先稍微簡述一下 目前正台的MeToo運動 然後再進入朱學恆的事件 跟大家解密 究竟其中有哪些同謀者 有哪些共犯 欸 這些人全部都是高官權貴啊 欸 但話又說回來 中配群揭開朱學恆的信賞的那篇文章 底下留言區 讓我們看到了 原來藍綠白 真的有團結一致 並且達成共識的可能啊 如果每個社會事件 老百姓的民生問題 藍綠白 都能團結一致 都單純比拼政見 不再有紛爭 不再分裂 不再有衝突 不再抹黑破分惡意攻擊 那我們台灣 欸 我們的中華民國 覺得可以變得更好啊 所以 為了團結更美好的未來 欸 朱學恆 納命來吧 就像你說的啊 反正你明天也不會記得啊 好 這一開始爆發性騷事件 是從民進黨開始 而且是連環報 這個從權謀的角度來看 就不太正常啊 但為了避免有些觀眾 可能不太了解狀況 所以這邊呢 欸 我們先快速說明每個案件後 再來分析權謀吧 嗯 首先第一個案件是 創媒中心的黨公陳千柔 與導演薛曹會同車時 薛曹會對陳千柔 摸頭靠肩 摸緊 欸 好像手還猶豫到他的下巴 甚至摸上體 陳千柔事後 相鋒女部主任 許家田報告遭到姓嫂 但許家田忍處理 並質疑 為什麼當下不跳車 為什麼沒有叫出來 甚至建議陳千柔 利用午休時間 取什麼華山大草坪 手牽手練習大叫 這會不會太荒謬啊 在明知道同事陳文璇有男友的情況下 利用各種飯局喝醉時 對陳文璇 摸腰啊 摸屁股啊 彎脫髮啊 透清臉頰啊 欸 然後陳文璇是有明確的拒絕哦 但陳又好 卻沒有因此受戀 所以 之後陳文璇 向時任千柔不得阻斷蔡木林申訴 蔡木林反而檢討陳文璇說 你給人家燒到鬼爛爬壞 還關門說要保持距離 誰不把這個門亂開啊 求信動物追求異性不成 總會被傷自尊嘛 你要多體諒啊 卻要被迫道歉 甚至遭到職場霸凌 導致陳文璇患上了憂鬱症 離職回家禁養 欸 還有還有哦 第三個案件是 總統府執政研製法 遭到前小英姿友會的女性員工控訴 言語姓嫂 以及摸大腿啊 拍屁股等肢體姓嫂 嗯 最後研製法 向總統請辭 執政了職位 好 總之呢 近期爆出的案件非常多 但還有影片長度的問題 這邊只列舉三個 欸 只是其中的三個而已哦 不過這時候我們就要想了 欸 為什麼要這時候爆出來呢 欸 人選之前這部劇剛出來的時候 不管是蔡英文啊 賴清德啦 還是柯文哲啊 都有透過這部劇的照讓者形象 拉近他們 跟選民之間的距離啊 唯一只有 國民黨 不知道是不是跟台灣人民 活在不同的次緣啊 我是覺得很可惜啊 欸 是希望國民黨能夠強一點的那種可惜哦 畢竟我相信呢 大家應該都想看到 2024的選戰 可以精彩一點吧 嗯 郭二的影片 向來都是單純就事論事 沒有任何政治立場 不管你們不會看到 在去年 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除了有七位律師跟我同台之外 還有國民黨 民進黨 民眾黨 藍綠白的三黨立委 願意同時同台力挺郭二啊 欸 你們要想哦 去年不是選立委的時候耶 而且沒有政治人物 願意冒這個風險 跟別的陣營的對手同台啊 所以一方面呢 其實我很感謝他們 在我被撲份抹黑的時候 願意幫我一把 啊 另一方面呢 也代表了 郭二確實單純就事論事啊 嗯 各個顏色 各個陣營 都有政治人物 能夠理解我這個尷尬 中二小屁孩的言論啊 好 那我們回到政體 人選之人 除了照讓者這個形象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形象 就是改革者啊 關於賴清德的回覆跟處理方式 我是蠻好奇大家能不能接受啊 歡迎大家 留言批評指教 呵呵呵 這樣會不會所有留言都是批評這樣啊 欸 不過客觀來說呢 上次民進黨的那些 性騷事件 確實幾乎都是 蔡英文當任黨主席的時候發生的 啊 那為什麼是今年賴清德當任黨主席後 才一一爆發出來呢 我另外還有 也有在兩年前指出 指揮中心的人數有誤 並點出上位者如何說謊 也被參與了300萬特別條例找麻煩 嗯 直到這週 士林地檢署表示 確實指揮中心 後來因為郭二的影片 而有了校正回歸 調整宣佈錯誤的人數啊 另外經過調查後證明 郭二並沒有散播不死的訊息 所以最終不起訴 欸 他們找我麻煩找了兩年多 兩年多耶 我是不知道這是不是也跟執政黨改朝換代有關啊 畢竟像我這種社會底層 沒露用的乳蛇 怎麼可能知道什麼水很深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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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呢 那既然說到了改朝換代 你們仔細看就會發現 上述那些姓騷事件 其實跟陰系有著比較深的關係啊 來 像是第一個事件的薛曹暉 這位薛曹暉在結婚的時候 蔡英文曾經出席她的婚禮 重點是 薛曹暉去年九月設姓騷後 依舊出席陳時中的影視座談會啊 欸 不過經歷了這次的蜜兔運動 薛曹暉已經辭職了 再來第二個事件 陳友豪的職組長官蔡慕林 曾被蔡英文也援進中央黨部 嗯 擔任什麼青年部的主任啊 但賴清德間接黨主席後 蔡慕林未獲得留任 所以後來轉任什麼勞動部的機要職務啊 不過呢 經過這次的MeToo運動也已經辭職了 然後第三個事件 欸 研製法就是有英系背景的總統府執政啊 目前呢 他已經向總統請辭執政一職了 所以有些人說 他們請辭後只會繼續高升 但我反而認為 假如把英系跟新潮流的派系鬥爭考量進去 再加上 之前賴清德 是曾被蔡英文的網軍攻擊的 綜合上述因素 我姑且暫時相信 賴清德所說的永不入用是真的啊 畢竟呢 如果站在 全魔的角度來看 肅清黨內英系人馬跟殘存勢力 對於賴清德來說 比什麼都重要啊 嗯 你們自己看嘛 不然他還不會找什麼記憶盤面還有名嘴 來代表民進黨選立委啊 操作得好 對內可以肅清政敵 對外可以塑造 賴清德公正無私 果決的形象 但那個賴先生 您是不是對於人選之人這個影集 有點入戲太深了啦 好 那接下來進入正片啦 其實我覺得最荒謬的是 欸 朱學恆 鍾沛他不是黨工 不是助理小妹 不是學生 他是議員耶 你怎麼敢啊 你對議員你都敢直接抱 直接親 那你對其他人呢 還是你對總統也是 欸 不是 你們誰偷改我的腳本啊 這種地獄個人玩笑不能開耶 惹不起惹不起 喔 然後更荒謬的來啦 這邊可以看到 鍾沛的POINT中說到 幾天前的星期一 加一者朱學恆 跟摔者鍾沛 上同一檔節目 這實在是太荒謬了吧 受害者鍾沛在現場 聽到嘴巴都緊閉 雙手交叉緊握 透露出他當下非常複雜的心情了 不過呢 朱學恆 變得鍾沛的指控 實際上回覆的啊 朱學恆說 他喝到斷片 所以記不得了 但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子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 受害者鍾沛 還原的事發經過 那一天 在餐廳包廂飯局的尾聲 同桌夫婦離開後 包廂內 剩下朱學恆跟鍾沛 H夫婦 前腳才剛中 坐在對面的朱學恆 立刻站起來 繞過餐桌 毫無預警的抱住 鍾沛君搶吻 並說 反正你明天也不會記得 哇靠 人家記得啦 朱學恆 忘記的人是你耶 但奇怪的事情是 朱學恆你當下不是喝到斷片了嗎 怎麼還記得要叫Uber到哪裡啊 而且根據鍾沛君的描述 朱學恆的行為 已經不是單純的性騷 而是強制猥褻耶 至少處六個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耶 最後鍾沛君更強調 他確定自己 不是唯一被朱學恆搶樓搶吻的人啊 而且朱學恆是齁 不僅悔及切切書的承諾 甚至還到節目上 大談朱學恆 就不慣談論的性騷議題 賺取通告費跟流量 欸各位要知道喔 去年一整年 朱學恆 光靠斗念的收入 就高達了 592萬元以上啊 欸那再加上什麼節目通告費 還有業配等其他收入 朱學恆的年收入 至少上千萬啊 這真的很荒謬 你們看喔 朱學恆講的 很像很有經驗一樣 那我們把朱學恆講的話 他用在他身上就會變成 老闆大老闆的好朋友 你們敢動他嗎 如果朱學恆跟大老闆真的很熟 倍分很高的話 這就不是一般的性騷了 而是因權勢產生的性騷啊 欸聽到這邊 來我們再回頭看一次 裝備軍的PO文 他說朱學恆對他來講 就像是好大哥 那我們再看一下 朱學恆是不是老闆大老闆的好朋友 來 當時郭泰銘參與 國民黨2024總統出選時 在我提出 郭泰銘的全貌三條腿是斷殘的之後 郭泰銘找了余美仁 還有朱學恆來當他兩條腿啊 哇靠 朱學恆竟然真的是 老闆跟大老闆的好朋友耶 你們想喔 帥著中佩君在現場 那朱學恆講這句話 是不是有種威脅的意味 想要警告中佩君 不要在節目上亂講話呢 我是不知道啦 但我知道 問題往往不是 我們看到的這麼簡單啊 欸各位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有一部被低估的電影叫做《武俠》 評價雖然不高 但我覺得是觀眾沒有花時間 理解電影真的要表達的意涵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之後得會做出影片 再來分享吧 這邊單純要講電影裡面提到的一個概念 那就是 當一個人犯錯 就是眾生的錯 每個人都是同謀者 好其實我能理解 編句想要表達的意思是 世間萬物都有因果循環 所有所有的因 都是造成最後結果的同謀者 就像電影故事裡 發生這一切的起因是 西夏人被滅足 所以產生了七色的地煞 嗯 唐龍這個惡當家 滅了屠夫一家之後 因為悔恨 而跑到劉家村 隱性埋名變成劉金喜 後來呢 十大通緝要犯彥東森 跑到劉家村家搶劫 遇到了隱性埋名 變成劉金喜的唐龍 導致雙方打起來 最終 彥東森因此上升 所以追根究底 一開始滅了西夏人的這個行為 所有人 都是彥東森命案的同謀者啊 好 沒錯 這個我認為是 電影想要表達的其中一個哲理 但小時候我認為 這是歪理啊 根本實在替自己找藉口嘛 直到這次 我看到朱璇恆事件 提到的詮釋性騷 欸 我有了不一樣的看法啊 好 朱雪恆本身最大惡疾 一定有錯 各位沒有要幫他講話的意思哦 這邊只是帶大家 我們不同的面向去思考 在朱雪恆 利用詮釋而信操別人時 欸 會不會有人 因為忌惮郭台銘跟朱雪恆的交情 而選擇隱忍 甚至委屈求全呢 我不知道 朱雪恆的支持者今天醒了 但過去的他們 是不是有那麼一點點 助長了朱雪恆 肆無忌惮的底氣呢 我不知道 那些跟朱雪恆同台過的正式人物 名嘴 藝人 網紅 還有那些找朱雪恆上電視的節目單位 是不是也變成了 朱雪恆的籌碼呢 我不知道 但裡面還有企鵝妹啊 嘿嘿